把操位叫过来 我让你把操位叫过来 在一次有闪现的 来看一下 闪现直接躲一 我有什么躲位 但是没办法 就踩掉了 两个人过来 把他还顶起来 这个 他要一会就睡了吗 他要被留住了 大招拉 拉死一个南风 他还有两段大招 能不能给脚子会 一闪一闪 可以回到了艾卡 把小招的闪现给逼了出来 在艾卡这边 在法基里 小招有吗 再往前一个完全起发 在A小招 A的动吗 A吃了 但是我还是被 旁边的一个 赤蛋给做了 赤蛋的大招又好了 时间一直乱啊 没有网络小招 太多 预判了一下 他异的位置 然后来单杀 再蓝色包 还终于被困下来 稍微缓了一点 龙头节奏 我在这里劳行废高了 想打吗 家聊这个位置 整个直接跳 振起来两个人 但你怎么换掉拉丝呢 而且威武士的 不败独立也蔓延出来 他在一丝姐的狼帽 往侧 后侧 昨天的老头杯 算是姿态他房 最严重的一天 训练赛把把红温 胜赛选把把乱杀 而且姿态选发条 不用皮肤 疑似冒充飞看 最终姿态完成开赛三连胜 并且连获三个MVP 大家属于是 带着乐子进来 满目睁睛离开 姿态C的 简直让人恶心 值得一提的是 姿态队的ADC死亡宣告 居然也猛的一批 和各个武费AD 打得有来有回 抛开场外因素 我好像又看到了 曾经的那个少年 周末一级 对线耀光船长都能绷住 对线麻辣香锅 倒是绷不住了 但是你这把一波团都没有开过 我后面急的不行的 我让你绕后 我的 我不够强 我感觉 我们可以解散了 这样聊的话解散吧解散吧 自从上次比赛 麻辣香锅跟队友吵架 交出指挥拳后 辣香是赢了 比输了还难受 输了比赛 看队友复盘 无嘴笑嘻 退出歪歪说自己 猛听指挥 不是我那么猛听指挥 绕我绕我也绕了 怎么说呢 你看上中 一直掉点的时候 也没人说他们 一到后面 说开团了 就扯上我了 赢了比赛 则直接闭卖 看着队友商业互吹 最主要的是 队友认为赢了 就是打得好 不用复盘了 一般人看到香锅表情 还以为他是对面人的 原来老头被第一指挥的取胜之道 就是交出指挥拳 麻辣香锅告诉你 什么叫习惯性甩锅 一起乖帮我打掉吧 我看到瞎子 我就直接闪电捆了 我可以跟上 能到吗 这得爆了 没有这里就是太强行的呀 你看你看我 但问题是 这部家不是我指挥的吧 但是是你开的呀 是我开的蓝啊 不是万坤你说的 叫我去留这个瞎子吗 相信大家都和万坤一样 满脑子就剩下一个 而且就是这一波节奏 让麻辣香锅队 在前期直接爆炸 自称老头被指挥第一的麻辣香锅 依旧在猛猛复盘 这波蓝BUB入期 这里我 我是说了 他可能已经换野区了 我准备去撒撒撒狼 然后看到瞎子了 然后万坤你说的 叫我留W 我们干这个瞎子 但其实这波就是有点强行的呀 而且你可以看那个 我跟瞎子碰到的位置 这波 你就不可能能接得上 你还是这里人杀吗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位置 你们还在三角草 这个地方要怎么留呢 我不叫技能 我都快被他打死了 说真的 要不是有直播录像 我真以为是万坤问题 天天红问 把把开庭 飞翼选手的老头被 都有如此地狱般的氛围 职业比赛的队内氛围 是否更为之心 直到现在 我们人为知道 S8 RNG vs G2 第四把打完 休息室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在第四把结束后 大家在摄像头里 能看到乌子说话 还是面带笑意的 而第一摘也没有那种 压力拉满的感觉 但第五把 BP刚开始 乌子就一言不发 最后一波 队内语音 也不知道是否有所消音 都说RNG快破产了 又卖奖杯 又卖俱乐部会员的 要我说 不如把RNG对战G2的 完整语音拿出来卖 绝对能回一波鞋 而和S8 RNG一样窒息的 还有S11的冰藏往事 从明天开始 我们可能一场都不会输 在当年 FW Plus被各路媒体 吹捧为夺冠热门 结果在小组赛 连续输给欧美队伍 遗憾出局 选手的一些离谱操作 属于是刻在了 粉丝的心中 忘都忘不掉 在后续的纪录片中 也能看出 队伍内部出现巨大问题 甚至选手也亲自下场 开始带节奏 而根据各路消息爆料 冰岛事件 就是因为哥几个 训练赛让人干爆了 选手心态不行 比赛直接沉没 队内没一个人说话 分为寄样之冰点 如果当时的上单是金贡 想必FW Plus 还能走得更远一些吧 因为一块玻璃 而引发的世纪大战 青蛙宣告疑似宣战 喂大九 楼下那个门换好了吗 对 要最后的 能防弹的 事情的起因是 姿态送给死亡宣告 一台新电脑 但宣告女后 在装电脑时 机箱的玻璃侧板 突然爆裂开来 对其造成了伤害 而这台电脑 虽然是姿态送的 但她也是从青蛙那里 采购而来 于是宣告直接喊话青蛙 兄弟们我很气愣 这为什么 青蛙对此 你怎么干 青蛙本人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复 宣告 我在这里申表抱歉 只能说哥们的意志气势十足 不过青蛙还是进行了 非常诚挚的道歉 在补上一块全新侧板的同时 还给宣告女友 送了一整套机器 这一台机器 是决定给到嫂子的 就为了表示我的一个歉意 然后呢 这整一套 今天晚上的这个玻璃侧板 还有这个主机呢 就一起给嫂子发出去 属于是三万块 从青蛙这弄了两台电脑 买电脑找青蛙 这回指正两万六 我们是一个奸商 哦不是 LPL即将进入上单大跑路时代 先是OMG Cube 后是方普拉斯小老虎 让我们猜猜下一个是谁 Super Dash G Cube眼红赔完收入跑路后 方普拉斯上单小老虎突然发文 称自己在训练赛期间 和队内经理发生了口角 一期之下 选择了放弃职业比赛 不过小老虎和经理各执一词 咱也不好评价 小老虎说经理 一个外行还要在游戏内容上 指指点点 让他闭嘴 他又脾气大爆发 一边推小老虎 一边让小老虎滚蛋 而教练Moss则表示 注意这里是教练 不是经理本人 Moss表示 小老虎在和自己发生争执时 经理说了一句 你先听Moss讲一下 小老虎可能是情绪到这了 直接大吼一声闭嘴 就此二人开始了争吵 不过这里的让人滚蛋 变成了你不想打可以走 而从小老虎发布的聊天记录中 可以看到 经理先是想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又想找中单Care 打感情牌 再来个三方道歉 最后还想找运营人员 发布文 说这一切都是小老虎的个人原因 不过此时 打野银河站了出来 说如果因为这个处罚小老虎 那他也不打了 不愧是银河 游戏里游戏外 他都在say 嗯 英雄是英雄 面对俱乐部的一系列处理 以及教练对经理的维护 小老虎表示 有点心寒 不明白教练Moss 为什么要帮经理 只能说年轻人呢 你和银河可能玩的是兄弟撸啊撸 教练和经理 六款皮肤 哎不好意思 放错图了 飞客名人堂预告片曝光 海面拉满 但飞客唯一指定背景版 越伦表示 这B游戏怎么还没凉 在6月14日 联盟将会上线 飞客职业生涯的纪录片 同时还会有一个名人堂通行证 其中包括以飞客为主题的皮肤 和更多物品 而大家之前以为的 一款阿里皮肤 变成了阿里和妖姬的皮肤 拳头一下子给飞客做俩 再算上即将推出的T1冠军皮肤 飞客一人就拥有足足6款皮肤 甚至比某些英雄都多 不仅如此 阿里皮肤还有对应的升级款 也可以理解为课金版 据说是贵的离谱 基础版的年强阿里 象征飞客出色夺冠时的 意气风发 而升级后的阿里 运味十足 体现出4款后 飞客的成熟老链 同时根据外网所收集到的信息 电竞名人堂 每年都会有一位选手入选 但大概率都只会拥有一款皮肤 不得不说 拳头这招实在是高 既能不断出皮肤痴迷 又能把其他选手和飞客 划清界限保留了含金量 那么各位 除了飞客之外 谁才是最有资格 进入名人堂的呢 其对应的皮肤 又会是哪位英雄呢 你是否记得这张图片 五年前 部分联盟玩家 正式用这张装备合成图 开始逐步探索云顶之一 而五年间 拳头大大小小 更新了十多个赛季 云顶之一也发展出了 属于自己的各种赛事 甚至有不少玩家 把联盟客户端 当做了云顶启动器 在6月13日到7月17日 云顶会上线一个 五周年限时的 究极缝合模式 该模式将会拥有 以往每个赛季的 两个代表性羁绊 所以你很有可能会见到 银河魔装机神 大战战斗机甲 巨像大战怪兽 不过我还是建议设计师 上线所有的娱乐羁绊 同时王家们 累计登陆加免费通行证 一共可获得1000云石 这波奖励 让我感到陌生 难道是云顶日活下降了 虽然1000云石在商城买 得23000点卷 但云石 他只能用来抽奖 1000也就10抽或者20抽 可以想活动的云石凑一凑 大家倒是有很大概率 白嫖到小小英雄 除此之外 各位还能领到300星之碎片 三个表情和一个小小英雄 这些东西还是没有云石想 只能说 今天就先不骂策划了吧